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他立了一个正传 这就是第74回 后半回 在抄检大官员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主动让人把他的嫂子游士叫过去 说他有话说 在抄检大官员的时候 其实贾七春那儿没有什么太多的事 他的大丫头叫入化 在入化箱子里翻出一些东西是男人的用品 但是入化跟迎春的大丫头思琦完全不一样 不是他跟外面的男人有什么暧昧关系 是他哥哥在宁国府当差 得了贾真一些赏赐 没有别的能妥善保存的地方 就寄存在妹妹这里 所以游士见了以后 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 说你看热闹的 官员成了私言了 意思就是说 一看这些东西都是他丈夫赏给那个小私的 既不是偷的 也不存在什么奸情 是来路正当的一些赏赐品 当然根据府里面的规矩 奴仆不跟主子打招呼 私自把这些东西传递过来 也是不对的 但是这是一个小错 所以游士主张责备入化几句就算了 让他继续留下服侍西春 可是西春不干 西春的性格很古怪 在抄家的时候 一抄出入化这些东西 他就说凤姐姐 你们要打 把他带到外面打去 我听不惯的 西春是这么一个人 心很冷 意志又很坚定 那么他跟游士就呛起来了 游士本来以为只是讨论 关于处理入化这个丫头的问题 没想到西春越说话越吓人 西春怎么说呀 西春在游士面前主动提出来 今后他跟宁国府要一刀两断 断绝来往 为什么呀 他说况且近日 我每每封闻 背地里有人议论什么 多少不堪的闲话 我要再去 连我也编排上了 他说古人说得好 善恶生死 父子不能续住 而我 只是要保住我自己就够了 又说 从此以后 你们有事 别连累我 而且他还说 古人还有话 不做狠心人 难得自了汉 一句一句 都戳游士的心 说到最后 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 为什么教你们 带累坏了我 这话可太厉害了 游士就无法承受 就赌气 带走入化 西春从此果真的杜绝宁国府了 有的红迷朋友可能会觉得 西春那些话很好懂啊 你宁国府惠文糗事特别多 是不是啊 柳香莲说得好 你宁国府除了门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 恐怕呀 连猫狗都不干净 因此所谓每每有人背地里 风言风语说一些事 无非就是说 宁国府一些淫乱的事情 那么这些是游士 他也不爱听 但是不至于觉得戳心窝 因为大家知道 早在小说的很前面 秦忠到宁国府里来做客 送客的时候 管家派老仆人焦大 去送秦忠回家 焦大借着酒劲就大骂 把假真都骂出来了 把宁国府那些惠文糗事 来了个大接地 游士当然也不高兴是吧 但是他没有精神崩溃 他都还能沉住气 没有失态 因为在那个时代 那种社会 像假真这种贵族老爷 有些男女关系上的丑闻 丑事不稀奇 妻妾一般都只能承受下来 所以啊 西春所说的这些 风言风语的闲话 可能包括这样一些 涉及男女关系 府内淫乱的一些传言 但那绝不是这些 风言风语的核心 这些风言风语的核心是什么呢 还应该就是 你们宁国府藏匿国 义中亲王老千岁的骨血 你们那荣大奶奶死得突然 死得离奇 第十三回 明文写出 秦可卿死讯传来 彼时何家皆知 无不呐喊 都有些疑心 那疑心 就是风言风语的主轴 当然 关于秦可卿的真实出身 以及他猝死的真实原因 主子层的人 也未必全清楚 底下仆役更难知悉底里 但是事情做得再机密 没有不透风的墙 人家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但是人家会质疑啊 会每每背地里 风言风语的议论 现在 宁容良府到了八十一回以后 已经是山雨以来 封满楼了 这个大厦 虽然没有立刻倾倒 嘎啦嘎啦乱响了 因此 府里面的议论 就会有增无减 包括上房那儿 来了几个真家的女人 气色不成气色 干什么机密事呢 就是你藏匿最惨 下人不可能完全知道 但是 可以窃窃私议 那么从而联想起 当年秦可卿之死 又会把当年的疑心 翻腾出来 加以议论 当时宁容良府 肯定是政治谣言满天飞 人心惶惶 大浮动的 那么一种氛围 西春 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 不是一个肤浅的人 他就意识到要坏事 有可能这个家族的心罪旧罪 被皇帝一起算总账 而且他就意识到 他毕竟是贾珍的包妹 按户籍 他是宁国府的人 只是因为唐祖母 史太君 喜欢女孩子 才接到荣国府来住 因此 如果宁国府出了事 被皇帝追究 他就会被牵连 于是他为了自保 第一步 就要当众 把自己和宁国府 切割开来 当然 以后 也还要跟荣国府 切割 但那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 史孤绝 杜绝宁国府 就是宣布 我跟你们宁国府 从此断绝一切关系 我清清白白一个人 你们干的那些 不干不净的事情 跟我无关 不要带累坏了我 贾西春进入了一个 为求自保的思路 你读《红楼梦》 读不懂贾西春 这个思路可不行 在第五回 《金灵十二拆政策》里 关于贾西春策的判词 以及《红楼梦十二支曲》里 关于贾西春那首曲 其实早就点名 在宁荣梁府当中 对于家族的败落 他和秦可卿一样 是先知先觉 早有预感的 秦可卿死前 给王熙凤托梦 念出的寄语是 三春去后 诸方尽 各自虚寻 各自门 关于西春的判词和曲子里 有与之相呼应的预言 看破三春 景不长 将那三春看破 他就知道 这个家族的好日子 也就是这么三五年的事 准确地说 也就是三个春天 三个美好的春天一过 就会出现杀鸡 整个家族就会崩溃 就会家亡人散 各奔腾 所以他虽然年纪很小 就自己拿定主意 我得把自己解脱出来 我得早做打算 西春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他一看荣国府 先乱起来了 抄捡大官员 抄到他屋里了 把入化箱子里的东西 都弄出来了 他觉得是个机会 尤诗本来并没有到他那儿看他 他主动让人把尤诗请过来 就跟你说明白 今后 咱们一刀两断 尤诗始终听不明白他的意思 跟他还在那儿劝 最后他说 把话说到底 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 为什么叫你们带累坏了我 他什么意思 不是说我一个小姑娘 你们男女关系方面很淫乱 人家会议论说 我也很淫乱 我想他这种担心 即使有 也不会很严重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呀 你们做了一些早晚会被皇帝清算的事情 可能连累到我 所谓每每在背后风言风语议论 会议到他 会议论到什么程度啊 有人说他一个小姑娘 跟他哥哥一样乱搞 他当然也不愿意听 这种议论当然很可怕 但那么议论他的可能性 其实并不大 最可怕的议论是什么呀 藏匿了一个秦可卿 会不会还有一个呢 他是谁呀 可能怀疑到他的来源 对不对 你替他想想 恐怖不恐怖啊 哥哥嫂子藏匿秦可卿 做这种事情到头来连累上了我 怎么办呢 所以贾西春他早就做打算了 他的出家 不是单纯的要结善缘 修善国 就算有这个内容 也是其次的 他要自救 要把自己跟宁国府 荣国府的那些政治性的行为 剥离开 要在皇帝追究梁府罪行 实施抄家之前 就划清界限 离府出走 若等到抄家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抄家时候谁都跑不了 抄家时候犯官的妻妾子女 都要当作犯人 拘押起来的 成年的可能是一种处置办法 未成年的 是另一种处置办法 都是要在皇权威严下 进行严厉处置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家族的罪行 还不到诸九族的程度 在这个前提下 如果你是一个嫁出去的姑娘 或者是已经离开家族 出家了的子弟姑娘 那么在当时的法律下 还是可以免于追究的 包括府里面一些仆人 如果在整个府邸被抄家 被治罪之前 把自己赎出来了 离开这个府邸了 去独立生活了 而这个犯官他的罪行 在被勘察的时候 又不牵连到你 那么也可能就混过去了 贾西春应该就是 在宁国府和荣国府 被抄家之前 他就冲出了这个府邸 走上了街头 找到了一个尼姑庵 叫做姿衣顿改西年庄 姿衣就是黑衣服 黑色的尼姑府 他每天拖着一个饭拨 沿街乞讨 就成为了一个游动的尼姑 等到皇帝来承治宁国府和荣国府 进行大抄家的时候 即便查明有这样一个小姐 但是确认她已经出家 而她和这个家族的那些罪行 又没有直接牵连 就有可能不再追究她 她就得以保存自己的性命 同时保存自己一份相对的自由 贾西春是这样一个人 想起来我们应该是很难过的 书里描写 林黛玉进府的时候 见到的贾西春 身良未足 形容尚小 后面的情节流动中 她虽然在慢慢长大 但是她没有尝到多少少女的欢乐 她还没有过爱情的体验 还不像林黛玉薛宝钗 尽管最后是个悲剧结局 起码爱过 享受过爱 这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西春呢 我们通读前八十回 她是一个没有享受到爱的 没有被爱来叩问的这样一个女性 但是 她却面临她的家族 整个要被连根拔掉的 这样一个悲惨大结局 她只能是自己保自己 和自己的凶嫂切割开 最后 她又和容国府切割开 那个时候 像这种侯门秀户的小姐 平时是不但大门不许出 二门也不许随便卖的 所以有人会怀疑 西春走得出去吗 那么在大家族即将覆灭的前 门禁会出现一些漏洞 她是有机会从容国府出走的 而实际上曹雪芹在八十回以后 就会这样来写出她的结局 她走出了容国府 就再也不回头了 宁国府她早就杜绝了 容国府她也就再也不去想了 她越走越远 可怜侯门秀户女 到晚上就独卧清灯 古佛旁 在第七十四回 写贾西春杜绝宁国府的时候 她跟尤氏说话 一句比一句狠 书里说 尤氏心内原有病 怕说这些话 尤氏有什么心病啊 主要恐怕还不是自己丈夫如何花心 或者说 当年有一个儿媳妇如何淫荡 她的心病 还是因为牵扯到政治上的很大的问题 藏匿过一中亲王老千岁的骨血啊 在听到西春一句一句往下说 几乎就要捅破这层窗纸的时候 尤氏那么一个很宽厚 很温和的人 也承受不住了 心内羞脑激设 脸容话音随之失态 最后姑嫂两个丝破脸 决绝了 那么在西春跟尤氏讲话当中 有一句话 你得细读 有的读者读书很粗糙 他不细想 应该细读 应该注意到 西春坚决把入化退回宁国府 说 嫂子来得恰好 快带了他去 或打或杀或卖 我一概不管 有这个话吗 有不少读者有疑问 说或打或杀或卖 怎么排列的呀 我初读《红楼梦》的时候 也有这个疑问 按说 打杀卖 对于当时社会里的一个生命来说 最恐怖应该是被杀 排列方式应该是被打 被卖 被杀 可是呢 所有古本里面 包括通行本写法都一样 都是这样的排列顺序 叫做被打 被杀 被卖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读《红楼梦》 你读不懂这些地方 你算白读了 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小说 您可以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 声音者 警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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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航